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报道 该航班原本接载294位乘客 由香港出发飞向大阪 航班定于8点起飞 原本大概1点就会在大阪降落 没想到航班起飞之后 于9点15分 飞机感染器警告灯亮了 表示飞机货仓门未关好 因此要原机折返香港机场 幸好航机最终都安全着陆 暂时未收到受伤报告 对于今次因航事件 很多网友都觉得不可思议 纷纷发问 未落好机门 为何没有热门 还可以起飞 巴士未关门都开不了车 飞机居然可以起飞那么神奇 对此有网友就表示 可能是Sensor坏了 所以当时没有热门 结果飞飞下先着灯 亦有网友表示 是否大陆员工 过去香港国态都没有发生过 亦或是长国人管理 真正跟大陆接轨了 有网友就说 只是很低身请人 怎会有好员工啊 还有一个网友留言 说笑话 欣航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下次不见了飞机师 都可以起飞才说 可能有些观众不清楚 欣航这个潮语的来历 据文某份香港的著名报章 每逢国泰航空有负面新闻传出 就会以因为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排名榜至下跌的国泰航空 作为新闻开端 因此某民就以银行 来去称呼国泰航空 Anyway 只从香港输入外劳之后 多了好多后遗症 各位自求多福啦 日前 特首李家超率领高规格的70人代表团 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李家超在接受党媒环球时报 访问时 笑逐颜开 除了满落狭友 赞扬一带一路 怎样伟大之外 还大放缺词 如果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 都将最好的拿出来合作 就会无敌啦 阿特首先生 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好学不学 学阿爷之嗨 大陆现在什么环境 香港现在什么环境 你知 我知 天知 地知 全世界都知 香港和大陆都在医院ICU那里 吊着盐水 全身插喉 就差没团气 你竟然敢说出 二体合一就天下无敌的豪言壮语? 真心很佩服你的乐观精神 是不是活在唐氏综合症的人 每日都可以这么开开心心的呢? 我只知道 你份量就无敌啦! 当被问到有人认为 新加坡可能取代香港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李家超就说 香港和很多地方既是竞争 亦是合作 和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很大 最后 李家超更加死产 香港的国际地位没有下降 并指香港在多方面的排名 仍然保持全球第一 例如人均寿命 交通系统 大学排名 人民币离岸交易量等等 OMG 真是难为你 香港很多东西都全球第一 这样的说话都说得出 真是人不笑 猫都叫 亦亦都在幻想 看来特首这份工真是好做 说了当做了 做了当得了 不过 话说回来 香港确实有很多东西都第一的 例如说 移民量No.1 黑白颠倒 指鹿维买No.1 港府智障No.1 创作和幻想会吓你一跳No.1 如果大家还想到 香港现在还有什么是No.1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一位名为有心人的作者 近日在移英两年后 发表2023回鄉有感 到底他眼中的香港 发生了什么转变呢 有心人表示 移英两年 今年趁着中秋回鄉探亲 所见所闻和大家分享 他说 飞机降落香港那一刻 有不少感触 终于回到成长的地方 硬件依旧 工作人员都一样努力地工作 但昔日居水马龙的行李打大厅 摄机大堂 人流都明显较之前稀疏 爱国人更是寥寥可扫 爱国游客去了哪里呢 回香港最开心的事 莫过于和久违的亲友聚会 互到近况 可惜当涉及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的时候 他们都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 各书己见 而是说今天不说这些了 这一切令有心人感到香港变了 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 日间的香港繁忙这一块 他说 外出多数都是坐火车 地铁 繁忙的时间都是人们为患 但到了晚上八九点 人流就开始减少 以前人流畅旺的沙田新城市广场 这一刻游行不多 都是一些赶着回家的人 商店里面顾客更是小猫三四只 好好地一个香港 繁华不在 令人唏嘘 有心人回香港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过中秋 但发现香港街头 没了节的气氛 以往热闹的花园街 就是见到两档有灯笼出售 没什么人买 中秋节当日和家人过节之后 半夜回沙田的酒店 经过城门河 居然连一个 上月或者玩灯笼的人都看不到 以前这是黄金时间 周围人山人海 上月的人去了哪呢? 离开香港 他飞去东京玩几天 见到另一番景象 无论在机场、地下、铁 街道上都见到不少游客的身影 就连在刀具店买斩骨刀 都会见到几位西方游客在选购 他开始明白 为什么外国游客不再前往香港? 因为他们有了新选择 跟随日元贬值 外国人在日本消费 随时比起以前打过七折 日本的新产品又多 每次都有新设计上架 又便宜又吸引 反正日文和粤语对他们来说 都听不明白 为什么不去一个新鲜 消费又低的地方呢? 日本人出名整洁 有礼 一定可以令他们奔至于归 最后有心人感叹 香港真的变了 变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下次再回来的时候 不知道又会变成怎样呢? 李家超自上任之后 一直耐力说好香港故事 他接受采访时否认 新加坡可以取代香港 强调香港仍然有优势 为近年的各项数据 都反映新加坡已经超越 且取代了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近日有报道再度证明 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 同时读穿了李特首的谎 近日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表示 香港仍然有其他城市 无法替代的优势 香港自力于推动和大陆各地的合作 他认为中港合作的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 香港和中国大陆各地都拿最好的出来 就无敌了 李家超的言论一出 引发坊间诸多评激 认为他公然说大话 过去各看数据排名都显示 香港已经被新加坡抛离 近日再有报道证明 在吸引全球富豪来香港成立家族办公室方面 新加坡又赢了 去年10月 李家超行施政报告中表示 家族办公室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重要增长领域 政府要为全球合资格家族办公室提供税务 目标是在2025年年底前推动不少于200家家族办公室 在香港设立或扩展业务 为此港府在今年3月底举办了 预测香港高峰论坛 向全球富豪伸出橄榄枝 可惜真相永远落特首面 日经新闻近日引述一名财富公司主管说 即使香港具有低税率和不少投资渠道 爱国富豪落户香港的意欲很低 大陆富豪亦然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说 港府的招商活动欠生意 未能刺激投资者意欲 相反新加坡早于3年前 已经着力吸引超高端人士 截至去年底已有1,100家家族办公室落户当地 报道还指 中美关系紧张亦是影响外国投资者落户香港的原因之一 基于资金安全 不少客户要求把资金迁出香港 新加坡是更好的选择 值得留意的是 香港政府还未披露 落户香港的家族办公室的具体数字 只是表示收到很多查询 时评人颜宝江曾在专栏中表示 家族办公室选址 最首要考虑因素 是为财富尋找安全的避风港 这是高正值富豪选择新加坡的重要因素 而新加坡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安全性 不单吸引欧美富裕阶层 也吸引内地富豪 据2022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排名榜 前十的大富豪一半数都是来自于内地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 中国富人正在离开大陆 目的地不是昔日的东方之珠、香港 而是新加坡 据统计在当地的过千家族办公室 其中大概四成是中国人 颜宝江指出 香港这边要抢家族办公室生意 但新加坡那边反而大幅提高 全球投资者入境计划的门栏 反映新加坡的生意已影哲不下 你香港有本事就随便拿走 不过他认为现在2023年的新香港 无论是政治环境 但是国安和善言不可同日而语 大陆富豪还有信心 将资产转移道不断强调 要和大陆融合的国际金融中心吗? 昔日内地富豪看重的是香港的一国良制 现在他们都要保障资产安全 反而千放百计感 甚至冒著牢獄之灾 都要将资金调往海外 新加坡是否已取代香港 答案早已写在牢上 好啦 今天的香港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